抗日战争南昌会战期间,中国方面的战场调动,由于通讯不畅,部队行动时缓和协同一时淡薄等原因,白重洗的部署最终没能得到实施, 而在此期间战场形势,以发生急促变化,1939年3月22日上午,日军第101、第106师团,在第三飞行团主力的掩护下,沿南巡路两侧急促地向南昌推进,23日,设在滩西的罗卓英的通讯中枢被日军炸毁,罗卓英与第19集团军所属各部失去了联系,导致位于南昌以北防御阵地的中国守军, 在日军的猛攻,下意弃了大量的火炮等重武器,纷纷撤离滩西地区,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向南昌东南面低层加攻击,第101师团则向南昌西南面低声米接攻击, 其中第101师团的第101旅团直冲干江岸边,南昌已经处于被日军包围的态势中, 日军在追击中国军队的过程中,实施了残酷的杀戮,日军第106师团第111旅团第113步兵连队连队长犯野闲时, 在安逸野东砍下了八颗背负中国士兵的头颅,这个连队长还举着枪,直向前面, 正在溃逃的五名中国士兵,与他的副官道田龟三郎打赌说,他能一枪吧,右边的那个中国士兵打倒, 他举起枪,枪声响了,那名中国士兵依旧在狂逃,而范野闲时自己却倒下了,日军官兵即刻背上去, 看着范野连队长背上冒血的大恐困惑不解,有人说,可能是中国士兵打的, 可四下里没,有中国士兵呀,如果有,只是躺在四周的中国士兵的尸体, 道田副官逐个摸那些中国士兵尸体上的步枪,终于发现有一名躺在地上的中国士兵的枪管是热的, 已经死亡的中国士兵,凶章上的中国字,历历在目, 国民革命军第32军第一次医师第七二一团,班长,强三娃, 强三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向范野贤尸开了一枪, 这个没人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,年龄有多大的士兵, 仰面朝天的倒在了中国南方,名叫安逸的偏僻之等,范野贤尸,东京人, 日本陆军是官学校第23期毕业生,1936年晋升为大佐军衔, 1937年9月在中国长江无松口登陆进入中国战场, 此后被追尽陆军少将,亲爱的朋友,如您喜欢本文, 请关注大鹏微信公众号,大鹏说书账号的Pensio Show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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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